沒有一個媽媽是不愛小孩 怎麼可能不可能冷血的去拍那個影片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還是要先跟大家道歉 因為我那個當下就是 只是想要解決恩恩的問題 就是可不可以不要 我只是想要解決家裡的問題 可不可以去拍那個影片 然後給我一個問題 可是我沒有 我不是 我沒有想那麼多 因為我傳給我父母之外 也有給牧師 我沒有想到後來會流出來 絕對恩恩還有見了我們抱歉 我就是 可能很容易信任 就是很容易信任別人 希望可以得到幫助 可是沒有想到就是這樣子 然後反而就傷害到我們一家人 我們那時候也有一起討論過這個影片 他也沒有特別說什麼 但是我感覺出來他其實也蠻會救的 我有把影片傳給我的母母 陌生 老高中的母母 但是我並沒有問 我也不知道是誰 比如說去戴福 我不是 就是我不是看你去 不可能是 冷血 我覺得在拍那個影片當下的想法 我是想要保護小孩 我才會去拍影片 那個拍完那個當下之後 我就有立刻 然後趕快去找恩恩 然後有跟他說 所以去拍那個影片 主要是因為 有跟我爸爸有聊到 就是跟老公的陣子的相處狀況 不是很好 然後 就是情緒我上浮動的起伏會比較大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我是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也 嗯 不知道可以問誰該怎麼樣去處理家裡的狀況 其實當下是蠻慌慌慌的 然後也很害怕 就那一次了 就很恐怖 有恐怖嗎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我們現在是共同社 可是不然他那邊有多一家 就是要不要把他 現在主要照顧者是奶奶 奶奶 爸爸 然後 然後家裡還有其他成員 我覺得他應該 其實他很自責 會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 說實話他是一個很好的 算是很好的爸爸 我們兩個結婚之後生小孩 然後我拍戲他就要忙他的飾品 我們一起做的飾品 然後主要他都在帶小孩 所以其實我覺得他的精神壓力應該蠻大的 不排除我們父母的男人 那發現自己念不來有可能嗎 嗯 好像一直都是順其自然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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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